朝中社公布的鏡紙圖片顯示 朝鮮從一個移動發射平臺試射了一枚或多枚火箭 但報導中並未提到發射日期和地點 這些圖片也尚未得到獨立核實 報導稱 這種新型戰略制導武器 能大幅提升前線遠程砲兵部隊的精準打擊力度 提高戰略和武器的打擊效率 這是朝鮮今年以來發起的第13次武力示威 海美計畫18日啟動上半年聯合指揮所軍事演習 外界猜測 這或許是朝鮮在海美聯合軍演前 發起的又一次挑釁活動 新唐人記者趙芬華綜合報導